門口牆上貼紅紙 寫著開出統一發票特別獎1000萬元 這是2021年桃園一間飲料店開出大獎 但事後看起來格外諷刺 因為前股東劉姓男子 以假亂真要炸領 遭判8個月有期徒刑 緩刑3年 判決出爐後 他拿發票想要二度對領 再被國稅局打回票 為什麼要炸領發票 當時被抓包 他以20萬元交保回顧爭取事件 劉姓男子本來跟郭姓男子合夥 開引烙店 但他2020年9月退股 變成店員 繼續協助管理收銀機系統 並且擁有權限 他發現店裡開大獎 2021年的1月 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 接著趁店裡打烊 重打一張號碼時間金額 完全相同的發票 拿去銀行要對獎 但是上面的隨機碼卻露線了 原本中獎發票是3793 但他手上那張是8541 國稅局察覺異常才會告發 其他的店家就說 像是傳統發票 就算是重開 也無法開出一樣的序號 至於電子發票要是中獎 也無法開出來同個號碼 只能重新列印 上面還會助記補印 隨機碼也會不同 而劉姓男子堅稱有消費 並且中獎只是發票不見了 法院依照偽造文書等罪名論處 他想要再次對領卻失敗 檢方則認為判太輕 再次上訴 為了一千萬鬧上法院 連帶自己生育受損 TVBS新聞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